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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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开故事单元 原生之最设部剧的摄影 画面 人物设计 出现结构 都有明显向美去靠偶的意识 24集 每4集为一个单元 每一个单元里将会揭露一个人性侧面 分别是我们每个人人格中无法规避的弱点和缺憾 形式感带来的是速度 人性暗面被一层层揭开 即使对罪恶的反省 也是对正义的致敬 翟天林饰演的池镇 曾是一名利用各种手段 钻法律控制的不入流律师 在一次暗箱操作中 被陆离抓住证据 叫肖指找郎当入狱 却在狱中混成了大佬 4年后出狱 他开了自己的酒吧夜店 隐正饰演的陆离 警校品学兼优的尖子生 各门城记处内拔萃 联刑根据长足刮目相看 毕业后加入警局 理会大乱 成为警局队长和探案王盘 但一直沉静冷漠 不善于人交往 奇异的命运 让二人多年后再次相遇 这一次 时尘因为特殊的才能被看中 特聘位警察 不得已成为引证的搭档 二人携手办案 一起面对复杂的凶暗 一边是光复正义的使者 一面又被各自复杂的绅士牵绊 两人的背后都曾有一段 难以连说的经历 与恶龙缠斗过久 自身一成为恶龙 凝视深渊过久 深渊将会以凝视 时阵落脾 就像在河岸边赤脚黄奔 脚下带着水花 感受着人性渣恶的滔天浪头 命运的巨轮 将他们揉损正义的信念 又让他们顽强重生 不许这部剧要讲给我们听 不仅是显像团生的刺探过程 也不是一个个离奇的故案本身 而是藏在这些事实背后的恶力贪婪 正义可能会迟到